接着到达的第三架运输机是来自于成都 同样使用的是运20的运输机 从成都飞过来的运输机与天津一样一共将会有两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一次到达的医疗团队和物资呢 是将会去支援泰康同济武汉医院 是将会去支援泰康同济武汉医院的运输机与点栏目 那么从1月24号的零点开始呢一直到2月12号的24点 武汉天河机场呢一共是保驾了658架次的航班运输3万人 其中货物啊也有3617.4吨 那么在这一些里面呢 共运送的医护人员的包机一共有141架次 1.89万人 运送防疫物资133架次 运送防防疫物资33.6万件 2605.7吨 2605.7吨 好的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央视新闻记者倪精一 我现在是在武汉天河机场为你带来今天的直播报道 那么在今天上午呢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呢 是将搭乘运201276等多喜军用运输机 从乌鲁木齐重庆张家口等地飞往武汉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第四架运输机已经到达 那么这一架呢是来自于成都 那么这次啊也是运20首次全行大型的非战争军事任务 那么在这一次当中 他们将带来近千人的医疗团队 同时也会运送74吨医疗物资 我们现场可以听到整个的飞行器的轰鸣声是非常大的 但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全部都是希望的声音 就在今天早上的七点多钟的时候 湖北卫健委呢是发布了今天湖北省的一个新增病例 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关注到了 在这一次的新增病例之中是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 那么对此呢 卫健委也是表示 这是根据最新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实行第五版中根据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的一个临床诊断 所以说在今天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当中呢 2020年2月12号的零时到24时 湖北新增的病例是为14840例 那么这里面也含到了临床诊断病例的13332例 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的确诊的病例的数字是在不断地增加 所以现在仍然需要有大量的医疗团队和医疗物资来支援湖北支援武汉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一条的病例是在不断地增加 那么就在几天前 在2月2号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在这里 我们给大家直播了 空军的八架运输机 紧急支援湖北的一个场景 那么其实当时看到的 与现在的场景非常相似 一架一架的运输机 接连驶向武汉 接连在这里停下 大批的人员和物资 由车辆转运到 他们所去支援的 当时是火神山医院 在当时很多网友的朋友圈里面 都刷到了神兵天降火神山 可以说当时无数国人的心中 就如燃烧着团团的火焰一样 非常的激动 那么这也是一团 喷勃着中国力量的信心之火 那么在上一次的医疗团队当中呢 有很多也是参加过 像非典参加过很多 医疗救援任务 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在 武汉的火神山医院 抗击疫情的一线 奋斗着 好的 这又一架运输机出现了 对 这又一样的